大家好,我們今天要來講PowerFlex的引擎腳加強套件 這是一個CP層很高的套件 那這台車是GTI6代 那基本上在市面上GTI6代年齡也有了 那引擎腳差不多也疲乏了 那當引擎腳還沒有壞掉或裂的話 狀態是不斷,換引擎腳也很貴 那就可以考慮加裝我們這裡 PowerFlex的引擎腳加裝套件 那大家看一下我們加裝以後呢 就是這邊是有藍色的跟黃色的 這就是我們加裝上學的PowerFlex引擎腳的套件 那它是複合材質,因為藍色跟黃色是不一樣的 它就是把引擎腳的空隙都填滿 讓引擎腳更硬一點 然後所以它的油門反應啊 跟那個引擎腳的輸出的感覺會更直接一點 因為批發的話它引擎晃動很厲害 晃動越大,它的油門反應就會流失 跟引擎輸出的反應也會流失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來發動引擎給大家看一下 不好意思因為我剛剛忘記原廠裝的時候我沒有錄 那你們不妨可以叫朋友試試看 就是你叫它發動一下 它引擎礦動是蠻厲害的 那我現在試給大家看 阿翔幫我發動引擎一下 它在發動引擎那一剎那,它的抖動也減少了 我們踩一下油門 再來 OK 在踩油門的當下呢 它前後晃動感也減少了 這樣子的話呢 它的油門反應其實就會變得比較好 跟它的引擎輸出反應也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東西 在客人它裝完以後 它的試駕反應就是怎樣 它的油門反應都已經回來了 回春了啦 那當然它 而且比原廠又更好 那詳細的車型呢 會在我們的語文敘述那邊 那如果有需要這個產品 請到我們的Facebook呢 或是我們光臨發問一下 那再來就是說 為什麼我說CP值很高 因為它一邊只要2500塊 兩邊加起來差不多是5000塊 那它的裝工呢也蠻簡單的 超過在一個半到兩個小時左右就可以完成 所以 如果有興趣啊 請大家到我們Facebook發問 謝謝